我沒有很喜歡有人在台灣販毒 然後還可以光明正大拿一堆流量 我覺得沒差吧 今天有個議長 殺人過台灣就是這樣 我覺得不太合適 因為贊助這個播出的好像是教育局 國家贊助的一些東西 可能要正當一點 不要那麼娛樂性質 誠意嗎 我覺得他之前道歉很多次了 後來還不是長那樣 亞洲統神張家航4號 在新冠電競大賞頒獎台上 渡轟販毒 遭二審判刑的前電競選手 Toys是販毒狗 事件引發軒然大波 而主辦單位 中華民國電子競技運動協會 更是二度發聲明道歉 5號Toys開直播時 也為此次風波道歉 並宣布退出電競圈 對於這場風波 街頭大聲公 今天來到實踐大學 我們來聽聽同學們的看法 其實他就只是一個 算是實況上有知名度的人吧 所以你覺得他頒獎合理嗎 對 其實也滿合理的 我覺得 人人都要有一次的重生機會嘛 對啊 OK啦 我覺得沒差吧 是之前有個議長 殺人的國之類的 台灣就是這樣 我覺得不太合適 因為旁贊助這一個播出的 好像是教育局 就是可能有國家贊助的一些東西 可能要正當一點 不要那麼娛樂性質 我覺得還好 要看他們的內心 就是會不會改過啊 或者是怎樣怎樣的 所以我對這個沒有太大的反對 有一些爭議還是不要當頒獎人會比較好一點 應該還有一些更好的人學可以當頒獎人 其實我滿認同他講的這些話 怎麼說 就是其實我沒有很喜歡有人在台灣販毒 然後還可以光明正大 還是又可以拿一堆流量這樣子 我覺得我不太喜歡這件事情 就我覺得一個人的成就不是可以就是 就是該過他所做的就是不好的事情 或者是怎樣 其實基本上 你要去別的國家販毒 我覺得沒什麼 我沒什麼意見 啊 既然現在他在台灣就是不合法 那就是不合法的事情 那你要去做 然後又可以 大眾又可以原諒他 我就覺得不是很接受 應該不太OK啦 因為他是有前科的啊 所以我覺得不太OK 我覺得不至於 因為犯不犯毒 我是覺得 比如說你像監獄 像裡面出來的人 也不可能一直有標情在他身上 我覺得可以給機會 但是我覺得 因為 也不是只有TOYS一個電競選手 但我覺得沒有 必要這麼快就可能把他找回來 或是 可能要再給他一點時間 因為畢竟這個新聞 也沒有說真的到很久很久 就是不是不能給機會 可是可能 需要等到真的大社會大眾 都完全的接受他之後 再讓他出來這樣 我覺得不妥 因為他們是一個戰隊嘛 可以請別人啦 為什麼 一定要他 我自己是覺得沒差 因為我自己對電競其實還好 但重點是大家看得開心 應該就是 其實會想要看到的結果吧 道不道歉 其實他想不想要的事啊 他已經道歉過很多次了 所以就 要犯了還是再犯了 我只有看到片段而已 但是我 其實我也不是很想點進去看 說實話 就這樣又有流量 又讓他可以賺錢 我其實不太喜歡就是 他也是在做效果 他根本就沒有都很 很care我覺得 他都要進去蹲了 他根本沒差 可能有吧 但是 可能也是效果 我也不知道 真真假假 我也都不知道 等一下這是要放哪邊 新聞 新聞 YT啦 那可以稍微剪一下嗎 可以可以 會剪 要去剪 真的要剪喔 我覺得呢 這可能是他的誠心道歉 對 接不接受 要看大家怎麼想 大家知道要剪哪一個嗎 要剪這第二個喔 一定會剪第一個 不行 我覺得有誠意 他不是雜記的紙嗎 我覺得滿有誠意的 所以給過 給過 他不是還要退出那個電競圈嗎 給過給過 我覺得 一方面也是在吵熱度吧 跟之前一樣 他道歉都很誠懇 但會不會再犯不知道 他每次道歉都很有誠意 但他還是會差不多 但就是很好笑 誠意嗎 我覺得他之前道歉很多次了 後來還不是長那樣 我覺得就 看看就好 就是新市場的道歉 沒有 他好像每一個道歉 都沒有很有誠意 我覺得他每個道歉都在玩 他代表熱舞設立場